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跟我以往的影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今天是一个挑战 今天要挑战什么呢? 本来就是我买了Instagram的广告推荐我的东西 那这个idea绝对不是Original 这是我之前看一个国外的YouTuber叫做Sophia 他以前是BuzzFeed一个频道叫Ladylike里面的成员 他们本来就是做一些比较体验然后尝试类的影片 那我一直很喜欢看他的一个系列叫做社群媒体让他买的东西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脸书Instagram上面的广告 其实都是根据你的使用习惯跟页面跟你平常会看的人 就是有一个演算法来计算说你大概会喜欢什么样子的商品 那我今天就想来看一下我的Instagram到底够不够了解我 会知道我想要什么 就是看他广告投放的有没有对啦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好,先到我的首页 如果你还没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 我的Instagram在这里 叫ClumsyCynthia 好,我们现在到首页 哦,这个感觉很美耶 Vakenza Accessory 我想要这个毕卡索之纹的耳环 好,我就买这两个东西 一个手腕然后一个这个 哦,In Shop Girls 但是我对裤子没有什么兴趣 我想要看一下上衣 哇,我喜欢这个 哎,他其实这家的都还蛮可爱的耶 我认真没有尝试过这种热带树叶印花宽肩背心 我来买买看好了 Place order 接下来 哦,这个也是 哦,这个好可爱哦 好 因为我的手机忽然停止录影 所以我没有录到我在挑选品项的那一段 这一家总共我挑了大概四件左右 所以之后我会一起介绍给大家 好,我真的很想要再找到一个耶 好吧,我滑了很久 但是我一直没有被除了服饰跟饰品之外的东西打到 现在就等大概几天过后等我拿到货 那我再分享给你们说到底合不合我的胃口 那我们就几天后见啰 拜拜 嘿大家 那现在已经是大概一个礼拜后 然后我已经收到了我上次IG买的所有东西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要来做一个简单的unboxing 然后我要先说我是一个不是很会做unboxing或是hold的人 不过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 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这是我的第一个包裹 这个是我订的袜子 它叫做如果你有脚的话 这一块其实刚好就是我手机在萤幕录影的时候没有录到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也逛了这一家 然后也有买了几双袜子 我买了有一个星球的袜子 荷包蛋 衫 笔中指 然后就是熊熊啦 香蕉 然后西瓜 然后超人跟蝙蝠俠 它长得这样 它的触感 嗯 它没有到很厚 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滑的袜子 要怎么样让你们看到我穿袜子呢 有没有人以前穿袜子都不会这样 先撸到前面 然后直接穿上去的 我以前都会拜妈妈骂 因为她说那个弹性会不减 呃 来吧 OK 大家看到吗 嘿 嘿嘿 有看到吗 好可爱哦 嘿 另外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这种 比较帆船型的袜子 哦现在穿起来它感觉还蛮透气的 不太会摇脚 然后这边也不太会撸下去 所以 它一双的价钱大概是三十块起跳 所以它其实不是价位很高的 所以在材质上面可能就不是那种特别舒服的特级棉 以它可爱的程度来说我觉得我很可以接受啦 下一个是这个 BONNY & REED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饰品的店 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 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要买新的耳环 怎么这样 我来打开 我总共订了两个耳环 然后它还赠送了一个酒精棉 然后我现在其实非常的tempting 我很想直接把它戴上去 我来戴这个 它本人长这样 好吗 好 的 觉得如何 我认为是挺好的 等一下会把 带上另外一副照片放在这里 好啦 要买到一个喜欢的 再来下一个 我买了一个 INSHOP 那INSHOP gösterает 好像是衣服吧 我这次真的是只有买到衣服跟饰品 觉得 回到.. OK 回到二件 那我现在就直接来 好像蠻可愛的欸 不過它比較偏短板一點 不過顏色上面我覺得那個狀色還蠻可愛的 它的材質就比較像是那種 就感覺它就是便宜的網拍貨的感覺 不過這個設計跟搭配我覺得還可以 而且還遮了手臂很棒 另外一件呢我覺得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因為我是在那個model身上看到我覺得 看到很好看欸我就買了 但是我現在它長這樣欸 可是我穿起來會不會很像微痘痘啊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起來好像還好 下一家買什麼呢 下一個是這個也是衣服類的 想起來了這個是我之前很期待的 它就是那種字母或是圖文T 我全部都是定M號的 因為那大概就是我平常穿的那個樣子 我的天啊這個太大了 糟糕 它長這樣 欸我穿起來給大家看好了 這個真的好大喔 So freaking big 等我一下我穿一下 它穿起來真的很大 有點over-sized的感覺 然後 你看它如果這樣拿下來的話 會 你看 有多強 好沒關係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可以 得到一個改善 就是我會想辦法來穿它 我還買了 這件超可愛的啦 你看 一顆檸檬 好我決定我這衣服全部要送給一眼 這個它穿都一定可以天啊 然後呢 我還買了一件 一隻小象 那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緬甸Vlog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這裡 在緬甸的佛教禮書裡面 從禮拜一到禮拜天其實都有它相對應的 像守護神一樣的動物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件我就覺得 哇好可愛喔 最後一件呢其實是我最喜歡的 不過這顏色跟我想像中落差有一點大 這件很可愛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粉色梯上面 有一個這個 剩下1%的標誌 對我來說 這顏色我好像原來沒有辦法駕馭 我在想要不要送給別人 所以我解好了 你覺得它會喜歡嗎 我覺得它應該會吐槽我 好 那接下來 我要來開始 接下來 登登登登登 在做Vakenza Accessory 好 它的出來的盒子就長 這樣子 然後打開 嗯 一個是很抽象派的耳環 然後一個是這個手環 戴起來就這樣 是這樣戴嗎 我很少在戴手環這種東西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哦 好像很可愛 好我戴著 接下來呢我很想要試這副耳環 我那時候是一看到我就說 天啊 好可愛 我想是 你看它是長這樣 大家覺得如何 它就是一個很抽象派的耳環 欸我好喜歡哦 And last but not least Hold on a second 那接下來這個呢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跟它講說 其實我沒有真的自己去買它 我在製作這個影片的時候 就是這樣滑滑 結果就給我滑到了這個 cl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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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那它就是一個義大利的手錶品牌 那剛好呢在拍這部影片之前 有時候他們的信問我說 想不想要 試試看他們家的手錶 這是我第一次就有人來詢問說 要不要像公關品類似的東西 那我就想說 好啊可以試試看 我純粹是因為收到了 然後在製作這部影片的時候 又剛好有 有滑到他們家的廣告 所以我就想說呢 就順便也開箱一下 它長得是這樣 打不開 然後把它打開 欸好緊張喔 因為我自己人都還沒看到它 哇哇哇哇 我要怎麼把它打開 啊 呃 喔 我白痴 它本身就是長這樣子 我選的是一個40mm 然後是Rosco的手錶 我其實平常不太會代表的原因 是因為每次洗完的時候 我什麼就會忘記把它放回去 但是漸漸的其實我覺得 手錶也慢慢成為一種 accessory 在一些比較重要的場合 其實會讓你整體的造型 就是有加分這樣 等一下我不會把它打 等一下 等一下 什麼事發生了 欸 發現盒子裡面有個這個東西 剛剛不是這樣拉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孔 然後你就把它撬開 然後它就可以了 喔 OKOKOK 終於把它戴上去了 那它戴起來就是 這樣子 哇好美喔 所以 對 非常謝謝他們 願意送我這個 錶 對 他們也人很好 有給我一個Discount Code 那我不會因為這個Discount Code 得到任何的收益 或者是 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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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 zer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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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它就是一個Discount Code 以上呢就是我被Instagram打到的廣告上買的東西 那其實你們可以看到大部分推薦給我的 都是一些飾品啊 或者是衣服類的 那我其實很努力的想要找一些什麼手機殼啊 或是 你知道我其實真的比較需要的東西 畢竟你看這個手機 不過我之前真的偷偷希望說 我被雪碧的廣告給打到 因為我被打到過一次 我想說 如果我再被打到一次 我就很簡單 我直接去7-11買一罐雪碧就好了 but that's not the case 今天這個呢其實就是一個實驗性很好玩的 企劃啦 那我之前也有看過大千開直播 在做這個影片 我自己是覺得蠻好玩的 那我覺得今天大部分買到的東西 我都還算滿意 尤其是這副耳環跟剛剛那一副 很棒耶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請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你也可以在我的Instagram裡 在這裡 我會在我的下一個影片 拜拜 好難喔 這個真的好大喔 鋼鐵人長得好醜 醫院的衣櫃很可憐 他現在衣櫃只有那種 就是以前在學校有沒有參加活動 學校會發的T恤 T恤